你来到这个房间,注意到这个位置 好,来讲一下第二天鬼屋的这个问题 那么左边有个地图,进去试个厨房 好,进来之后,你要点个冰箱,然后拿到冰块,因为我拿到过了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你要去右边这个柜子 然后点第一个,然后去打怪,要食材 然后你要将 你所打到的这些食材放上去 那这上面 对应的是十种食材 那么 你要做的就是 回到四楼找到那个 找到那个书房 回到书房之后,你要点这两本书 他们都是关于这个配方的 那么还要注意 每个玩家他遇到的线索都是不一样的 这会导致你要的 这个食材 加上数量都会不一样 那么我这个就是 蘑菇汁 它需要四个蘑菇盖 加一个南瓜汁 可可是两个蘑菇包子 加三个巧克力 橙汁是两个橙子 加三个柠檬 然后泡茶 是三个黏果冻 加两个奶油 南瓜汁 是三个南瓜片 加两个甜果冻 那这个 你知道之后还要记下来 然后你去提交你的食材 那么回到厨房 然后你就要提交这个食材 然后是橙汁 橙 橙汁两个 加柠檬三个 好这样橙汁就 橙汁就做出来了 蘑菇盖是四个 南瓜汁 一个 好那样子 蘑菇汁就做出来了 然后做一下可可 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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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个包子 三个巧克力 好这样子就做出来了 好 南瓜汁 做出来了 好 现在的情况 那你要注意 你加 食材的时候不要加 错了其他食材 其他饮料食材 这样就导致你 可以做出奶油出来 好 好 泡泡茶做出来 应该是够了 完成了 制作饮料的过程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你要看一下 这个桌子上 有这么一个蜡烛 注意不上 不是上面这个蜡烛 是下面这个蜡烛 根据它的长短 顺序 根据它的长短 顺序 这个位置就是对应它的密码 这个就是1234 所以是2413 2413 然后点击下面的柜子 它密码就是蜡烛的 蜡烛的 那个长短 顺序 好 拿到 拿到密码 开了锁之后 就有一个 好 你拿到钥匙之后 就要去摆放饮料 那你回到大厅 这时候你要注意 每一个人摆放的顺序都是不一样 首先 你必须要先看这个纸条 这个纸条 它指向了每一种饮料对应是哪一个人 明明女士 它是格格 这个 斯坦 是蘑菇汁 赫丽娜是泡泡茶 卡米拉是橙汁 这温斯坦 它是南瓜汁 这时候你要注意每个人不一样 就看这个对应是谁 然后你那个线索 这线索 这线索是每个人的座位顺序 座位顺序 他说明明女士 是他坐在 在斯坦右边 赫丽娜跟卡米拉不是坐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卡米拉跟温斯坦 他不跟明明女士坐在一块 然后这个赫丽娜跟温斯坦 他也不坐在斯坦旁边 那这个顺序就 你去捋一下 那么第一位就是卡米拉 第二位是 第二位是斯坦 第三位是明明女士 第四位是赫丽娜 第五位就是温斯坦 那么按照这个饮料的顺序 就应该是 先放橙汁 然后是蘑菇汁 可可 泡泡茶 然后是南瓜汁 是南瓜汁 南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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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廊七杰 需要亲爱的顺序 tin 那这些嘛 做完都会out 你 这种分享 仒 都会 PAC 是 nove 镇 好,这样子就通关了 只要你放对就会通关 然后你就拿到了 地下室的钥匙 那这样子第二天你的任务就通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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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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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